好 同学们 我们上课 这个有关知隐的这个方子呢 我们刚才讲了主方呢是小青龙汤 当表证一解的时候呢 作为肯定乙气不得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主废弃庸塞 那么特别是由于隐邪所致 因此呢用亭力大早泄沸汤 之后呢我又讲了一个知隐的重症有虚实之别 虚者呢木房脊汤主之 实者木房脊去石膏加弗林卯香汤 对吧 那么关于我刚才讲的外胎福利尹 实际上是给这个狭义痰隐 让那个做一个补充说明 这个方子呢临床有意义 因为它呢比较平和 而且呢更加体现了补虚之意 针对本须标识的病情 特别又从那条理契机上 对于狭义痰隐 隐停在胃肠 很有治疗作用的 那么我觉得呢 比方刚才讲那个痰隐造成的悬孕 和呕吐 实际上除了灵贵猪肝汤为主方以外 小半夏 特别是小半夏加弗林 择泻汤 再就是外胎福利尹 值得借鉴 就是由痰隐造成的悬孕 痰隐造成的呕吐 外胎福利尹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经方 那么关于重症 实症 食早汤 那是一个极则治标的 只能是用于急 而不可常用 特别是呢 重病机制 下面呢 要从35条以下 是张仲景 治疗指引的一个 病案实录 是一个举例 因为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一般了解 如果不讲的话呢 也有遗憾 因为他呢 由灵贵甘味汤啊 化财而来的 几张方子 很值得学习 那个 请大家看36条原文 因为他这个 就是小青龙汤 用完之后 一系列的变化情况 等于张仲景的一个 病案实录 首先看36条 所以作为灵贵甘味汤呢 这个36条 二的一条文 大家熟悉 青龙汤下以 多拓口罩 寸脉尘 尺脉微 手足绝腻 气从少府 气从小府 上葱胸烟 这个版本上 有的就是 按照葱气上腻 写的气从少府 上葱胸烟 咱们这是赵凯美的本 写的是气从小府 上葱胸烟 可见 这个出现了 什么情况呢 奔吞气症状 是不是啊 手足臂 其面 息热如醉状 因腹下流 因骨 小便难 食腹冒者 于 福灵贵之 五味 甘草汤 致其 汽葱 致其 汽葱 这么多的监政 他要一个一个 他要一个一个的处理 一个一个的解决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福灵贵之 五味甘草汤 和在奔吞气病里面 下胶水腻的 肾剂奔吞 就差哪一味药呢 那个是 灵贵甘草汤 现在就等于 拿五味子 替代了什么呢 替代了甘草 替代了甘草 仍然呢 是因为 脂瘾出现了 下虚上食的情况 是吧 那么换这个药呢 他也讲了 这个方子 就是致其 气葱 气葱的标志在哪里 就是说呢 气葱上火 上葱胸炎 奔吞气的表现 这是一个 那么五味子 和大枣之间 这个变化 说明了什么 取五味子的酸炼 是吧 那就是收炼 豪散之气 使他虚扬 不至于上福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 什么呀 啊 气面吸热 入嘴状 嘴状啊 那个是 一个方面 就是呢 关于他下虚上食的 这个情况 上盛 是吧 但是呢 他有呢 四肢觉逆 齿脉微弱 寸脉渐沉 那是证明 他有知隐的问题 是吧 胸肺有隐 有隐邪 是吧 上食 下虚的表现 齿脉微弱 而四肢觉逆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上下呢 一种寒热呀 或者说那虚实的矛盾 有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虽然寒隐在于上焦 但是不能仅用温散之机 因为温散呢 容易就是取它的什么呢 发跃阳气 影响葱脉 所以这地方呢 你一定呢 先制葱气 用葱气 特别是呢 改成五味子的道理 是吧 炼气贫葱 炼气贫葱 关于他这个 小便男和呢 也有冒弦的问题 他说的是昏弦呢 浑弦呢 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也是来说明了 一身呢 这个葱意呢 一身之气 造成的葱气呢 有时候呢 他不能及时的缓于下焦 咱们都那不是说 那缓字不念成缓 念成什么呢 旋于下 就是说呢 他冲进上呢 是一个发作性的 应该呢 马上的 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旋于下焦 应该回去 他不能回 现在就靠什么呢 靠五味子收敛 让他降下来 这是灵贵甘草汤 灵贵甘味汤 对于知隐的 下须上时 上时在于 隐邪停留于胸肺 和这个灵贵甘草汤啊 大家再下期自己 看一看到底是差在哪 下面再看那个37条 37条说呢 葱气既低 而反 更渴 凶蛮者 用贵灵五味甘草汤 去贵 加干姜细心 以至其渴满 这个方呢 就像他那方名提的 叫做什么呢 灵干五味姜心汤 是把那上方里面 把贵枝去掉了 是吧 加了什么呢 加了干姜细心 就变成了 灵干五味姜心汤 灵干五味姜心汤 它这个方子好用在哪呢 就是小青龙汤的表证一节以后 咱不用听了大早 解肥汤那种 是不是啊 解肥啊 降腻 注意 那个力量那么大的 这个就适合呢 平常的 咱们看 表证一节以后 它有喘有咳 完了呢 证气呢又不很虚 咳谈喘的证 依然存在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音杠 对于东南西北的 咳家 喘家 都是很适应的 我觉得呢 要讲他这个方 就等于学 张宗宁 小青龙汤 表里双解 当表寒一节以后 针对寒饮 没有达到 像这个亭力大早 蟹皮汤那个严重性 又不像呢 小青龙大青龙呢 那个寒饮那么重 又不说夹热 这个时候 就是灵干五味 江心汤 为其主方 最合理 因为它保留了 小青龙汤里的什么呀 我说四个核心药 两个药对 它现在保留了 干姜 细心 五味子 没有半下的温造之性 是不是啊 但是有福林干草 干温之中 卓家了行销开导之品 开发跃之性 不那么温造 就是细心 靠细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于这个慢性的支气管炎呢 是不是啊 这样的一些病人 特别是老慢支 或者是像飞气总发展的 这样病人体质比较弱 这是个基本方子 你再根据寒热虚实 进行下检 我觉得比小青龙 那个用法呢 更实用 因为小青龙 你一开一批笔写麻贵 你自己都觉得 能不能行啊 是不是啊 麻贵它心散呢 它不说是用芝麻荒定铲 它直接是麻荒贵枝 但是用好了 我的老师就是 曾经在夏天 直接用 小青龙汤 就是原方 用的生姜 而不是干姜 真是当天晚上 就叫它可坛铲 进下来 就是用的妙 用的巧 就一定的方正对 那么现在我说的话呢 你这家间法里 就是灵感五味 江心汤 这个是非常好的 治科坛铲 而且是以寒饮 停于心肺 这样的一个方 证明了 小青龙汤啊 表症也解了 完了呢 灵贵干味汤呢 把葱气也解了 现在怎么的呢 科坛铲的本证 复发出现明显了 怎么办 灵感五味 江心汤 用灵感五味 江心汤的作用是什么 以至其可满 所以这就是常见病的 常见临床症状 什么方 小青龙化财之后的 灵感五味 江心汤 不用半下的心灶 用了细心和为止这种 迎合肺的 什么呢 宣散和速降 这个功能 因此是个好方 我之前的时候 我特别愿意用科毕清了 什么呢 他老宣传他的药好使 后来我发现 只要有痰 或者呢 有痰科不爽的时候 你一定照着咱们这个 化瘾 第一方 灵贵住肝 不要着急去止咳 你要止咳 实际他咳嗽的本身吧 要使隐邪排除 你结果硬去正咳 隐邪在里 这个病情就前沿 治的时候就麻烦了 一定要学会什么呢 化瘾 化瘾好了以后呢 你再适当的用点止咳 止色 什么紫愿动画 你像摄肝麻黄糖 它那里头就是 侯中谈明 是不是啊 有小青龙里的那个 表证结了 它就保留了一个 是吧 把柜子取掉了 留了麻黄 完了回头呢 不用干草 用那枣 这里头化财就是有 它的灵活性 学这个 你喉咙谈明呢 我就选一个色肝 专门去解谈结的问题 是不是啊 完了回头的话呢 有那个小青龙的那个 药物在里头 完了加点紫愿动画 配合色肝 有止色作用 就是化瘾的力量大 稍加止色的药 镇咳的药 一定要让隐邪排除 因为那个色肝麻黄也是怎么样啊 含隐色肺 是外含 离隐只不过呢 外含清 所以他将色肝加紫愿动画了 这个也等于交给咱们 小青龙到底怎么用 如果和第七篇合起来 你看学了几个小青龙化财了 小青龙化财成色肝麻黄 小青龙加石膏 现在又讲的是灵肝五味 江青汤 致气喘咳 下面再看了38条 咳满剂 等于告诉你了 灵肝五味 江青汤 治疗咳满 有效 对不对 一定是寒饮 在肺 得知饮这种情况 没有表证了 是吧 也没有冲气上腻了 吃那个好了 但是怎么样呢 而更服渴 冲气复发者 以细心肝浆为热药也 就说那个方里头咋的呢 细心肝浆 是不是啊 属于热药 服之当随渴 这口渴是因为你的药啊 用力太温热了 而可反之者为知饮也 如果说不可 因为你有寒饮在里 知饮者法当冒 冒者必有 所以我认为呢 知饮他说 应该把它画在知饮 也有这个道理 就是说呢 知饮者法当冒 有宣冒 冒者呢 必有 也可以引起 贪饮呕吐 这个地方呢 他说 偶者赴那 半下 以去去水 因此呢 我说放在 狭义谈饮里 更合理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 方药的组成 符合于 狭义谈饮 饮流在胃肠 而这个要在 原方基础上 加半下 还是考虑什么呀 恢复到小青龙汤里面 解决寒饮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桂林五味甘草去贵 加江心半下汤 就是在 林肝五味江心汤 那基础上 加上半下 就是加强 驱出寒饮的道理 他就是呢 多一个证 在原方总的病机 不改变的情况下 再加一个药 现在加半下的道理 是什么呢 他也分析了 这渴 你不能渴得太大程度 说呢 要不渴 是因为他还仍然 有寒饮为重 所以呢 不要去动 这个江和心的问题 热劲 温化的 温运的力量 还不够 再加上半下 又回到小青龙的这个 作用上 听明白了吧 这就是38条 等39条 再加姓儿 又是一个方 为什么加姓儿 水去 偶指 其人 行种者 本来这个知隐 就有什么呀 其形如种 对不对 那么呢 他说呢 你这个 由于知隐呢 有玄貌 有呕吐 你加上半下 现在怎么样呢 偶指了 但是呢 其人 行种者 加姓儿 为啥呀 行种的问题 其形如种 我昨天讲了 水 逆 就是气逆 水也逆 证明隐邪呢 偏盛 有点上范 是不是 所以加姓儿的道理呢 姓儿怎么样啊 正好 心 散 是吧 心散呢 他能够宣废 也是呢 给就隐邪呢 有一个话储的道理了 那么其正呢 应那 怎么样啊 那麻煌 以其人呢 随必 故不纳之 这个随必 是什么意思呢 行种了 加姓儿是有道理的 为了呢 宣利废弃 使他气化 则 那个 引销 行就不总了 这是一个理论 他说的呢 手足弊 耻脉 威 这个是个虚正 所以不能用麻煌 他是这么讲的 是吧 那么 这就是因为小青龙堂里原来有麻煌贵之啊 这个方里吧 你再变化 只能加姓儿 不能用麻煌 不能心散太过 啊 不能心散太过 所以呢 他说呢 若逆耳纳之者 必决 你如果真是再加上麻煌的话 就出现麻烦了 什么证了呢 出现决逆了 那么 所以然者 以其人血虚 麻黄 发其杨固也 所以这麻黄啊 你不能因为小青龙堂里头有麻煌 你就是照着方死 这个用死了 一定得是表里皆寒 是吧 正内虚 这是才能用麻煌 小青龙一定得是这么用 用到指引上 也是在考虑这个加减的问题 现在等于这个呢 张总领通过这个实际病症的出入 告诉你临床怎么加减用小青龙 一个小青龙活泛到什么程度 你说 是不是啊 原则性灵活性 在这个病案里头体现的淋漓尽致 是吧 所以加杏仁也等于交给你了 麻黄桂之杏仁是麻黄汤的组成成分 你只能选杏仁 你不能用麻桂 为什么 这已经讲了 要是发就会造成绝症 是吧 血虚不能 不能发三太过 这是 等于再加 这个名字再简单说 灵肝五味将心 半下杏仁汤 他怕你记不住加的什么药 干脆全名说上去 灵肝五味将心汤 原划 第一个呢 先加了个什么呢 半下 现在又加杏仁了 下一个四十条 又加一个 加大黄 为什么 若面热如醉 因为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啥症都有 但他没着急加大黄 对不对 先解决葱气上腻 所以是灵肝五味汤 灵肝 灵贵干米汤 对不对 现在的话 若面热如醉 此为味热上葱 熏其面 加大黄以立之 所以我们学大黄的时候 为什么讲 直辙上行之热事 直辙里热 让他下降 甚至说九大黄 才能具备 直辙里热 使之呢 从上而下 从这里头也能得出 纵井用大黄的道理 看到吗 这种味热上熏的结果 他面赤像醉酒一样 就在灵肝五味 江心 半夏 杏儿汤之基础上 再加一个大黄 直辙里热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味热 直接清除 这个方子里面 请大家看 方方就从家上半夏以后 就开始把小青龙的那个 核心的那两个药 都是四个药 全了 看看没有 从家半夏以后 细心肝僵五味子半夏 下一发 细心肝僵半夏五味子 都是这样的 方方都是保证 小青龙汤的核心药物存在 然后你再根据 有势症 便有势药 随症治之 所以他这个变成势症 有随症治之之意 和那个西医的对症治疗 有别 他一定是在 总的病剂分析上 总的症候不变的情况下 基础方不动 完了进行加减 是这样的一个随症治之 41条的原文 知隐占了11个方子 外台福林隐 如果要算到 狭义坛隐里 就等于 狭义坛隐10个方子 知隐 11个方子 那么再加上 玄隐的十早汤 一隐 大小青龙汤 当然这里我所说的方子 有十早汤的两用 小青龙汤的两用 有重复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我按照咱们的小节 先做一个总结 然后我再给大家 做一个暗语 或者临床应用的总分析 现在把全篇 41条原文 我所讲到的 用一个 小节的方式 给大家做一下 总结 下面呢 我们来 对第十二篇呢 做一个全篇小节 从篇名上 我们看 痰隐咳嗽病 好像是相提病论 实际上呢 它就是专指 隐邪为患的一类疾病 作为咳嗽呢 仅仅是隐病 范围内的 一个半发症状 是和第七篇里面 有联系 但是呢 它这个 泛指隐邪为患的 一类疾病 半发的咳嗽症状 大家想啊 有的兼有 有的没有 在四瘾当中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症状 首先来说 痰隐病的概念 广义说 泛指隐邪为患的 一类疾病 是痰隐 旋隐 义隐 知隐的总称 那么狭义谈隐呢 仅指隐邪 停居于心下胃 和肠的病变 在分类上 那么第一条 提示了四瘾 有狭义谈隐 旋隐 一隐之隐 那么在四瘾诊断 的依据上 狭义谈隐 一定是隐停于心下胃肠 肃胜 金兽 水走 肠肩 力力有生 我为了帮助大家 记忆呢 记住一个兽 记住一个有生 这是它的主政特点 那么旋隐 隐停于胸斜 原文说停于斜下 咳拓隐痛 是吧 这个隐痛里面 这个含义我已经讲过了 时间关系不重复 一隐 隐留于四肢肌表 所以这个呢 满则易 隐则易 所以它呢 要流行于四肢肌表 身体疼重 我给大家补充了 四肢重和无汗的问题 是吧 当汗出而不汗出 知隐呢 隐停部位在胸肺 那么在条文里面 涉及到 隔间说 隔上说 胸隔 三种说法 我认为呢 隐停胸肺 最能说明 知隐的隐留部位 可那一期 短期不得过 其形如种 这都是在 第二条里面 集中论述 用隐停部位 和临床主证 特征 来进行 作为诊断依据的 作为流隐 进一步补充了 四隐 他的这个临床脉症 是吧 我们说流隐和浮隐 在概念上 一定是具备 这四个条件 叫做什么呢 隐留部位叫深 病程叫长 病适叫重 一般药物难以供除 在这个共有的 四个条件之下 那么作为流隐 是指隐邪流尔不去 他分属于四隐之中 因此八条九条十条 介绍了 四隐当中的流隐 比方狭义谈的流隐 心下有流隐 气人背寒冷如长大 条文写的如首大 叫堪如长大 那么作为悬隐的流隐 他讲的是 斜下痛隐缺盆 咳嗦则则疑 还有的版本写 咳嗦则转肾 这个我都给大家解释了 胸中有流隐 是知隐的流隐 其人短气而渴 为什么渴 气不不均 那么作为 一隐的流隐 四肢力结痛 要和力结病 进行鉴别 那么脉沉者有流隐 是不是 这是从 作为流隐 流隐深居于理 在脉相上 比那个主脉的咸脉 怎么样 沉于理 刚才我还提到了一个 就是结合第一篇 色鲜明者怎么样 有流隐 在望诊上 包括他的肌腑 发量 是不是 那么也是 作为流隐的一个诊断标志 在病因病激上 我们从12条给大家分析 施草隐多 说明了脾运失思 或者说呢 我给大家提出呢 就是阳衰 是指的 比阳衰 而怎么样啊 隐邪停聚 是本习标识的病情 是不是 主脉 卖偏闲 为什么说偏 是因为隐邪 是停留于人体的局部 之则 当从温药核植 我分析了那些方面 最后的结论是 温补之中 卓家行销开导制品 温补 助阳 行水捐饮 或者说销水捐饮 这个是温药核植之意的 主要功效 是这样体现的 关于辩证失智 是本篇的重点内容 所以 首先来看呢 侠义谈引 他的主方 或者是资本大法里面 凌贵猪安汤 温匹阳一话饮 16条 17条呢 讲了 侠义谈引的清正 威隐 是短气 小便不利 那么偏于匹阳虚的 应当兼有什么呀 心下逆满呢 木悬呢 那样匹阳虚的证 仍然是凌贵猪安汤 温匹阳一话饮 偏于慎阳虚的 慎气丸 温慎阳一话饮 17条 这些都是一类条文 是吧 从智泽 是吧 包括的私隐方面 一二条 这个刘尹复尹是 二类条文 从15条的这个 当以问要何之 包括私隐的主卖 主要卖正和制法 都是一类条文 心下有刘尹 欲去 这个呢 干脆拌下汤 攻破力导 这个是治标的方子 二类条文 常见有水器 说明侠义谈引 再常见的话 急则治标 积交立花丸 前后分销 是吧 那么今天讲了 关于则蟹汤 我说呢 应当属于 狭义谈引力的 苦冒险 给大家介绍了呢 就是关于 这个美尼尔士 病 或者叫做 美尼尔士 这个 综合征 是吧 这样的一种 耳性悬孕病 则蟹汤 这个临床 非常有效的方子 是不是 叫做沥水出饮 补脾治水 实际上是一个 温力的办法 上并下举 隐庭于旗下 这个武林散症 画七粒水 表里分销 也属于温力 瘫炎呕吐 我仍然把它画在 狭义谈饮范位里 偶加不可 小半下汤 偶加之胜方 祖方 何谓之偶 三饮将腻 偶吐玄迹 加福灵 也等于告诉你 加福灵的指征 就是怎么样啊 除了呕吐之外 在兼有玄迹 何谓之偶 饮水下行 先可后偶 小半下加福灵汤 也是 让你判断 遇后 可与偶之间的关系 用它来行水 之偶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等于告诉你 小半下福灵汤啊 它也兼有标本兼制之一 除了之偶 要给那个饮鞋 啊 划除 得给它以那个出路 所以福灵有导水下行的作用 补力兼优质品 悬饮十早汤 是吧 浸下猪水 这个地方呢 我还特别叫大家注意呢 十早汤里 干随 拌下 圆滑 三折呢 如果是粉末 撞入胶囊的话 量控制在五分以内 而且呢 应该注意 一日呢 最好是一次 观察第二天的二变情况 这个量和用法 如果说呢 像干随拌下汤 汤剂的话 这个量也应该控制在十五克以内 十克到十五克 不能像它这个用到什么呢 干随三枚大个 那个呢 咱们没有经验的话呢 不要轻易的选用 这个呢 我已经介绍了 就有实验研究证明 它的有效成分 不容易水 所以散剂 用十个大枣的汤 那么来保护胃气 送服它 一饮 制法上当发气汗 所以当饮胜御表 煎油预热的话 大青龙汤 发汗 煎清预热 表含 李饮俱胜的 小青龙汤 发汗 来煎温化李饮 这是一饮的制法呢 就是要用汗法 因为饮邪 在其表 在其表者汗而发之 知饮 这个地方呢 比较复杂 是不是啊 首先来说 主方一定是小青龙汤 因为饮停在 肺 是吧 如果是表里截寒的情况 它可以呢 解外寒 而除寒饮 所以小青龙汤 既可以治疗 一饮的这个情况 又可以治疗 知饮 原因是怎么样啊 症候 病机相同 制法相同 知饮不得惜 亭里大早 泄肺汤 泄肺猪饮 这个也是和肺庸的 这个不得我 尽管病因不同 但是呢 病未症状 病机相同 因此制法相同 这个一定的具备什么呢 表证一解 是吧 这个 邪食气壁 当然是内外和谐的情况 一定的是外邪一解 邪食气壁 形成巨石 才能用亭里大早 泄肺 知饮浮满 后泡大黄汤 这个后泡大黄汤 需要和后泡三五汤 小乘气汤三方 在量上 和他的组成的 这个配武意义 来举 来分析 他的这个方意不同 组织症不同 在这里后泡大黄汤 一定是输到肠胃 当地食血 是吧 作为知饮 胸腐满 包括大便的干解 俱在 才能用它 知饮的纵症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讲到了虚者是 木房鸡汤 对于饮邪尚未结实的 就可以怎么样呢 补虚清热 通洋绿水的作用 就可以获育 如果呢 这个木房鸡汤 对于这个食者已经结实 没有发生 发生料效 那么就证明了 病重而要清 要进行调整怎么样呢 因为已经用过了木房鸡汤 是不是啊 热呢 淤热已经去掉 所以呢 把石膏去掉 那么它正虚的问题呢 依然存在 所以人参和贵枝还放在里面 加了什么呢 加了芙苓和芒 特别是用芒枭 在挤浇黎黄汤里面 也说加芒枭 就是 以肩头肩不破者 就是什么呢 以软头肩 即破也 咸寒软肩 这个力量 可以微肩 后下微肩 也可以聪补 来应用芒枭 力量很大 行水散解 削减 作为知饮的实证 也可以用石岛汤 这个呢 浸下注水的作用 只能是实证 也不在呢 病程多长 在于症 是不是实证 用石岛汤的根据 指引的病案举例 看大家听没听明白 现在用文字给大家 那个概括 引邪呢 通过扶小青龙汤之后 是吧 引邪斩解 表证已去 但是呢 冲气上溺 是不是这样啊 小青龙汤一定是表证解了 但是呢 引邪也可以说的 斩解 冲气上溺 所以呢 零贵甘味汤 对贵枝的 平松降溺作用 五味子的使用 不用大早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收敛 不让它有 阳气上浮 所以炼气 拼葱 兼饮化饮 冲气解了 但是怎么样呢 知饮复出 表现可喘 为明显的情况下 零肝 五味 降心汤 这里头没有半相 有五味子 有西心 有肝僵 那么温肺 涓饮 泻满止咳 所以呢 这个方我认为 是治疗一般的那种 咳喘病 老曼之 是一个最平稳的方子 那么呢 知饮冒偶 现在呢 就是说 对于咳喘症呢 缓解了 但是又出现了什么呢 冒悬和呕吐 那么就 灵肝 五味 降心 加半相 那么这个汤子 就是呢 温肺 猪瘾 降溺之痘 呃 知饮呢 结果呢 这个呕吐止了 又出现了呢 外形乳肿的问题 加重 总肾 需要呢 来调理废气 啊 所以呢 又在这个 半下汤 技术上 在家幸尔 捐饮 宣肺 那么知饮呢 兼有什么呢 面池 如醉酒样 认为是 味热伤熏的结果 伤熏的结果 在这个 灵肝 五味 江心 半下 杏仁 汤 基础上 再加什么呢 加大方 直辙 礼热 清晰 味热 这方子讲的 够有意思的了 是不是啊 等于结合第七篇 大家对小青龙汤 做一个进一步的复习 和总结 下面我们接着来讲的 就是有关 本对本篇的暗语的部分 学习这个 第十二篇呢 我觉得呢 首先从理论依据上 就是对水液代谢的这个问题 皮主运化水师的这个功能 我们复习了内经的素问经脉别论 是吧 同时我又给大家补出了清代的走述 就是本经书正那个作者 对于正常的水液代谢环流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涉及到肺脾肾三胶盘管 这个就不重复了 那么从病理上来说呢 素问的治真药大论 直接提出 引发于中 引发于中 那么病级十九条呢 也提到了 逐湿中满 皆属于脾 因此呢 作为这个水液代谢的这环流中 为什么引邪的发病 一定要择之于脾育实施 择之于宗教脾育的问题 是吧 他脾胃虚弱 这是从内经的理论 是吧 发展而来 张宗景从那个基本理论上 引申到 引邪 是吧 为患 在临床上到底有哪些标 就是哪些这个特征 光是临床正后判断不行 还得要确定 它的引流部位 才是 这个 对四瘾分类 一个诊断依据的确定 这个呢 是我们本科教学 必须明确的 基本概念 涉及到 广义谈引 狭义谈引 包括悬引 流引 义引 还有什么呢 流引 腹引 腹引 还有呢 微引 肺引 这一系列 说明 富于引病 这个概念 第一是有关概念的问题 命名的问题 对不对 第二呢 就是关于它 既是病例性产物 又是致病因素 我们是通过 一系列的这个条文 叙述的脉症 给大家归纳 正因为呢 引邪的内庭 脾引 失丝 要造成的 引邪 内庭 第二呢 对于肺 尚不能通调 尚不能够这个养肺 下呢 怎么样呢 不能蒸腾化气 所以也能够影响到呢 引邪的停居 那么作为引邪停居 对肺和肾 又是一个呢 威胁在哪呢 就是一个是含瘾射肺 一个是呢 肾邪的呢 害肾 就是引邪害肾 这是彼此的 反过来说 引邪对皮来说呢 也是引邪困皮 更加呢 不能够 这个很好的运化 水尸 所以都是一个 互为因果的关系 因此是说呢 既是病例产物 又是致病因素 这个关于临床病症 为了帮助大家呢 来复习或者横穿 这个条文 我们拿狭义谈饮 来做例子 比方说 在二条上 首先讲了 七人 素胜金瘦 本来形体上呢 是比较这个 不说是肥胖嘛 就是说呢 还是比较丰满嘛 结果得了病以后 迅速的体重下降 肌肉消瘦 我曾经给大家 对了一下子 就十二指肠 雍之症这个病 就是这样的 不是癌 结果呢 就迅速消瘦 也不能吃 往来也涨满 等等 这第一 第二呢 就是水走长间 历历有生 第三呢 就是 灵贵猪肝汤症里面 提到的凶邪直满 是吧 完了 木穴 包括说的 心下肩猪 那个流眼的话 心下肩猪 心记 就是啊 还有呢 就是提到了 什么呢 短气 微者短气 污水 不欲饮 还有呢 就是灵贵猪肝汤 那个条文后面 提示的 小便则利呢 第八就是什么呢 小便不利症 小便不利症 那么 还有什么呢 麦偏贤 麦偏贤 我再说一遍 看看对不对啊 瘦 有生 凶邪之满 木穴 小便不利 心下肩猪 有得有得补上一个心记 完了呢 微者短气 污水不欲饮 小便不利 麦偏贤 正好十个麦正 侠义弹饮 我说的对吧 十个麦正 是整个所有的条文 给他哼穿 只不过有程度的不同 有本证 有呢 怎么样啊 侠义弹饮的流饮 有呢 水在五脏里 侠义弹饮的水在心 是不是这样 十个麦正 现在我要总括 四隐讲完了 他所设计的麦正 比方说 悬饮和支饮 所设计的 是壳 喘 肿 满 疼 那么作为侠义弹饮 明显的是有 弦 济 偶 瘦 小便不利 我还应该补充 一个呢 包括 脾虚 不能很好的 运化水湿 因为饮 为阴血 还有大便糖蟹的 是吧 当然如果化热 包括后可大黄糖 那是大便干解 是另外的 我说的是作为侠义弹饮 脾 脾羊运湿的功能实质的话 兼有大便糖蟹 那么脉象呢 主脉是偏险 流饮 脉沉 浮饮 脉浮 是不是这样 这是关于脉正 我觉得全讲完以后 大体上 涵盖进来了 我再说一遍 就是呢 作为 脂饮 旋饮 它是 咳 喘 肿 满 疼 作为侠义弹饮来说呢 就是旋 记 偶 瘦 小便不利 也是五个 对不对 我现在补出一个 侠义弹饮可以煎 大便糖蟹 卖不说了 那么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它这个病情的变化上 我觉得呢 作为这个 缓急来说 是吧 旋饮和异饮 病情 发作的时候 偏于急 是吧 旋饮和异饮 有急的 发病特点 而 狭义弹饮和脂饮 相对 适缓 这是临床所见 是这样的 因此呢 和我一开始给大家讲的 历代一家 总结的什么 出病啊 怎么治啊 酒病怎么治啊 是不是啊 是先治肺啊 还是先治肾啊 那个 都根据这个 整个我现在总结的 脉症特点 发病的情况 来说的 是吧 再一个呢 我说呢 作为羊衰隐聚 阴寒之邪 因此它这个 是一个 为其长 因此一定要 温药和之 为其治本大法 那么作为 淤酒化热 是其病变 淤酒 特别饮邪 日酒 正虚 也是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 不是说呢 光是因为它 本需 要在选药上 包括木房底 它用人参 给你的启发 外台 复林瘾里面 有四经子的含义 这就是一个 标志 那么我们在复习呢 治疗大法上 一定呢 得记住 温药和之之意 它是从 为什么要用温药 我们讲了 从痰瘾的形成的道理 从隐邪的病例特点 从什么呢 温药的治疗意义 来理解 为什么叫合之 而不叫补之 它一定的是 温补之药 和行销开导之药 两者 得达到什么呢 相应 对吧 得相应 那么才叫做合者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使用上 我们觉得呢 这些方子里头 我们已经有温散 温利 温下 温株 是吧 等等 所以呢 要力 有很大差异的 那么特别是呢 再给大家补充到 小青龙汤 这一个病案举例 更能体会 张宗景的辩证 失之于随正 致之的这个 特别是 活用小青龙汤 给呢 做出了典范 这个呢 请大家 下去再 自己 再好好 那个复习 也体会一下 那么 再一个我想说的话呢 就临床应用上 资本大法 为什么一定要以 灵贵猪肝汤和肾气碗 为代表的主方 这个呢 就是一个从 匹运师司这个 病肌的要点上 一定要从匹而治 知肾的道理 我觉得呢 他这个也是认为 比方说从 匹和肾之间的关系 匹羊 要依赖于肾羊的呢 辅助 或者说呢 依赖于他的推动 和增腾 所以呢 有的这个住家啊 对肾气碗 和福林 和这个 灵贵猪肝汤的评价 特别是对肾气碗的说法 这个 我引住家 魏念廷说哈 灵贵猪肝汤 造土生羊 倒水补味 化痰猪瘾之第一法也 我说他是 天下化痰第一方 他也说 他因为有造土生羊 倒水补味 化痰猪瘾的作用 那么作为 胃寒呢 谈生 胃暖呢 则谈消 脾尸引流 脾噪 则引去也 所以呢 他又说了 此法 又为力小便而不伤 强迫小便 也为第一法也 就说灵贵猪肝汤啊 不是去力小便 也不去强迫力小便 而是呢 化痰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方子 要从这上来考虑呢 从胃而治 从温脾痒而治 因此对临床上 我觉得就是经常 原因不明的水肿 非特异性的水肿 原因不明的神经性水肿 包括心原性的水肿 那么灵贵猪肝汤 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这是一意 另外呢 认为呢 治疗悬孕 我提到美尼尔士病 包括脑震荡的 后遗症的悬孕 这个呢 都可以考虑的 是吧 但是像 一定的范围定在是 因 因弹而作悬 因引邪 上犯 这个 就是呢 影响到这个青阳 不生 昨阴上茂的 这样的悬孕 才适合 灵贵猪肝汤 一定要搞清楚 这样的一个病基 再一个呢 就从择蟹汤 我提到的这个择蟹汤啊 择蟹总有 但是白猪 是为纵景 致悬孕 必用之药 因此呢 对于 这个灵贵猪肝汤 小半夏加福林汤 择蟹汤 以及后来演化 半夏白猪 添麻汤 治疗弹悬 就是呢 不离白猪 还是因为它紧扣病基 这就是说 从灵贵猪肝汤 为化饮第一方 引申到 为什么一定要用白猪 这个道理 还是因为它紧扣病基的问题 盛气完 本方呢 不仅能够正化水液 而且能够间接作用于皮 这个理解 也是魏念廷在著本里提出来的 就是说 一火之源 以轰暖 宗骄之阳 使味 利于消 而匹 快于运 不治水 而饮 自无能流浮之患 这就是说呢 作为匹阳 需要呢 肾呢 来这个肾阳的这个推动 一火之源 以轰暖 宗骄之阳 使味呢 利于消化 使匹呢 快于运转 就是说呢 运化 所以不治水 而饮 自无能流浮之患 这个地方呢 你说肾气完 是一个利水方 它为什么也能化饮 因为呢 通过一火之源 可以助味啊 可以造皮土 所以呢 使味利于消 而匹快于运 这个 他总结呢 说灵贵猪干汤啊 以土气 以行水 而肾气完 养阳气 以化阴 虽然所主不同 一个治脾 一个治肾 但是利小便 化隐 则疑 所以后世总结说呢 通阳不在温 而在利小便 这就是呢 我们学化隐 这两个主法 这个道理呢 给大家介绍在这儿 再一个我说呢 比方说 东病夏至 这个夏天要服 顺气完 这个什么道理 这个来源也是 源于内经的 素问 玄冥五七论 他说呢 阳病发于冬 阴病发于夏 咱们现在所说的 隐病 邪气呢 为阴邪 发于阳 发于脾阳的虚衰 所以呢 他冬天 多发 那么冬天多发的话呢 夜天室 他理解说 交结病家 有属虚相 当气候变化之时 病要复发 就证明 他更是虚相 为重 因此呢 咱们讲阴虚虚劳 叫做什么呀 春夏聚 秋冬菜 那也是 在气节交接的时候 病情加重 或者复发 有属虚相 那是阴虚虚劳 现在要讲的呢 但是 知阴也好 侠义谈阴也好 那么他要是 复发严重的时候 也是有属虚相 哪虚 脾肾阳虚 因此呢 应该在夏季 是吧 六七八三个月 或者说七八九三月 应用零贵猪肝汤 温脾阳 一花瓶 应用肾气丸 当然得是金贵肾气丸 温脾阳一花瓶 是有道理的 是吧 这就是 这个 也是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四七调神 调神大论 素问四七调神大论 讲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这就是 东病夏治的理论根据 所以这个 也体现了 张宗景的 隐病的这个学说 仍然是源于 内经的这个理论 发展而来 当然对我们后世发展 这个谈隐学说 也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因为后来再发展的就是对 炼业成谈的粘稠的 为谈 是吧 那么谈呢 又分了有形和无形 但是作为隐病 清晰的一定量的清晰水液 停居在人体的局部 那么所表现为四隐之分 那么依然以十二篇为原始的资料 是最有价值的篇章 因为时间的关系 包括我自己学习的不够深入 只能讲到这个水平 谢谢大家